听一听 好 非常谢谢王先生 吴平先生 对刚刚几位朋友有没有一些回应 没有什么具体的回应 我想给刚才横河先生也谈到 就是对这次他们这么多自荐候选人 我觉得我们应该从道友上给予支持 而且对他今后的进展情况也密切的关注 因为中国的确实就是 现在很多人从思想理念上 其实对共产党都有很多的认识 这个都不是太大的问题 问题现在人们缺少的是那种表达 公开表达出来的那种勇气 和这种强烈的意志 这当然也是多年遭受挫折的一个结果 你说选举就是最明显的一件事情 你选举哪怕官方控制所有选举的议程 最后票总是你自己写的 对不对 哪怕我在票上我就写上我喜欢的人 那也是按道理说 那他也可以当选的呀 那为什么选举很少出现这种情况的 你们那里总有些人是有人望的 对不对 大家知道他是敢为民请命的 哪怕他官方控制他不让他选 那你们老百姓寄填票不就行了吗 但这种想法总是发生不了 那就是因为大家的婚姻上气 这有什么希望你写了有什么用 结果期结果什么的 反而他成了顺着官方做 你要么写谁就写谁吧 他成了这个结果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实际上是中国民运遭受的 有这么大阻力的很重要原因 这也就是我们看到的 为什么六四之后 民运反而慢慢陷入低潮 你说六四做了这么件坏事情 应该说他擦亮眼睛了吧 擦亮眼睛应该打开得更坚决吧 怎么反而下去了呢 就是他上升那种信心 上升争取的意志 所以我觉得我们通过 你看像国内这些参与人 其实都很清楚的 他们知道我们说一定会受打压的 对不对 都很明白 所以对这点我们要充分鼓励 而且就要幻想人们的这种斗志 我觉得中国人现在最确的是这个东西 所以胡平坚鼓励大家不能消极的对待 应该要积极的站出来 明知不可为之 好 那么我们还有两位观众朋友在线上 第一位是日本的张先生 张先生你好 你好 张先生请说 你好 主持人好 嘉宾好 我想说两句话 第一句话 对于这次独立候选人这个事情 共产党肯定会打压 如果他不打压的话 他就不是共产党 这是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 我从这件事情上看到了 第一呢 就是说可以看到大陆的人民 从可以讲大面积的 根本上很多人在觉醒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从这件事情上可以让大家更清楚地看到了共产党的本来的面目 所以我希望大家现在的所有的中国人能做什么就做什么 把我们的新团队在一起只有一个目的推翻他 只有推翻他 我们中国人民才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谢谢 非常谢谢日本的张先生 那我们再去听一下纽约的周先生的电话 周先生你好 你好 你好 前面这几个讲的也很好 我也认为就是这个选举虽然是象征意义大于是第一 但是呢这个选举大家如果大家都关心的话 那是非常非常好的 如果大家就像关心那个我巴士李刚啊 这些新闻一样关心 那么这个整个中国将来的民主进度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 因为大家都关心了 那么大家都围观了 共产党才可能即使想打压可能就非常困难 而且才就非常急事 而且就会非常尴尬 另外一点就是我也讲就是说 共产党的确是非常非常虚伪 就像我们前一天前一段时间我看一个那个电信诈骗 诈骗那个连那个台湾的那个有些诈骗集团 曾经是台湾的 他们都知道就是说诈骗大陆的人非常容易 但是为什么会非常容易呢 因为大陆的人呢 他一遇到公安说话的时候 他们就非常害怕 所以说他们装公安的时候 不要拼命的喉 态度极端恶劣 叫大陆的受骗的居民把钱放到哪里就放到哪里 而且他们在转移资金的时候呢 根本就不需要有限额 所以说啊就是说在这一点上就是说共产党是虚伪的 但是大家不要怕 只要团结一心 那么就有虚伪 好 现在周先生 我们请恒人先回应一下就位观众朋友 我觉得也是哈 就是确实是这样的 不管是这个维权也好 其实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 他已经脱离了大概30年前那种就是 关心世界大事 关心全国大事的这个状态了 就是说为当地的选民做一些事情 实实在在做一些事情 这实际上是落实到了真正的这个地方议会的作用 其实到美国来以后你就发现 很奇怪的是美国的参选人很少对政治感兴趣 绝大部分是对当地的修个路啊 这个建个学校呀 给这个什么一些补贴呀 就这些事情都是跟每个人生活直接相关的 其实真正的这个民主选举的这个地方政权的作用 本来就应该是这样子的 所以就回到这一步来了 那么这一步呢 当然就我们开始讲了 他对当地的地方政权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 不管怎么说 从中共的反应来看 他是害怕的 他是非常害怕的 所以围观也好 不管用什么形式吧 我觉得是就是支持 尽管我个人认为就是他要达到 就是真正选举以后的这个代表的真正的作用 还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有中共在这里 这和一般 我所想象的 就是和一般的你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面 通过公民教育让大家去认识 有公民意识 然后建立一个公民社会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的意思 他是消灭了中国的公民社会 49年以前中国的公民社会很发达的 包括慈善机构 民间慈善什么各方面公民社会 非常发达的 49年以前 他是把这个彻底消灭以后借起他这个体制来的 所以他这个体制对于 曾经被他消灭过的这种系统他是很害怕的 他知道这个系统真正的起来以后 他就没有生存的地方了 因为他的生存是消灭了那些东西 所以他一定会打压 这是一定的 因为他觉得危害到他的安全 危害他的统治 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 增加这个公民意识是要在跟中共 否定中共的这个思想体系的过程当中 而最终要在中国建立公民社会呢 那必须是让中共解体 这才可能是权 对 我看到有人讲这个很有意思 就是一个比喻 比如像你刚刚所提到 美国人他不谈这些公民意识 因为他就像这种自由民主 其实他就跟他每天生活 他呼吸一样 他不断地呼吸到空气 他不会说我需要空气 你只有去爬高山的时候 你缺氧 说我需要氧气 美国人不谈这个 因为他已经是非常充足了 那么另外一个有很多中国的朋友 或是像这次温家宝 他最近在奥尔辛基的一个峰会上就讲了 中国人口很多 中国的土地很大 所以经济不够发达 不够平衡 所以现在来直接做这种选举的话 条件还不够成熟 这也是很多人讲的 所谓中国特色的选举 胡平先生对于所谓中国特色的选举 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想这个当然是一个谬论 你可以从很多方面去加以反驳 比如说你说中国这么大 分小点不就完了吗 老婆总理不容易管十几亿人 谁让你管那么多人 别人没求人你管 第二就是说 中国选举问题 我们知道选举落到实处 并不是需要人们有多高分的知识 而需要对他利益有清楚的了解 所以俗话说 只有穿鞋的人才知道鞋哪加脚 那么你要说某一个农村要选举了 当地的村民肯定比我们更有发言权 尽管我们念了这个大学那个大学 对不对 因为你反而在这个问题上你不如他有知识吗 再说呢 现在的民主大多本来就是代义制民主 那选民的主要责任是推选出他们的代表 而不是他们直接参政 直接实行统治 所以这些问题在这个世界国都已经得到验证 那根本不是一个问题 而中共自己这种话出自中共之口呢 尤其显得前后矛盾 因为当年在他没有掌权之前 他们批判这个国民党也好啊 批判北洋军阀政府也好啊 批判西方国家也好啊 不就说你 就你们那还不够民主吗 而就宣传他们要搞更真实的 就是更这个更广泛的民主吗 怎么这个话等到你掌权之后你又话要倒过来说了呢 所以他这些东西 我觉得他根本就是一个自欺欺人 再说了 就即便你的考虑是真的 那么你也最起码的 你应该提出个时间表啊 对不对啊 你看当年孙中山也认为中国人这个明治未开 以前没有这个传统 我们要慢慢来 那你就拿个时间表 我们前几年 县区局的选举 再过几年我们省市级的选举 再过几年我们全国的选举 对不对 有个规划 有个规划嘛 这表明你有诚意嘛 对不对 他现在共产党就是说 人家画饼冲击 他连饼都不舍得画 对不对 他根本没有这个愿望 所以这个才是根本的问题所在 我觉得这里有一个问题 是 因为现在中国的沿海城市 上海 北京 广州这一线城市 他的这个人均收入 人均收入已经达到四小龙 早就超过四小龙当年走向民主的时候的那个水平了 就按经济发展的规模来看的话 中国沿海一带早就可以实行民主宣旗了 而偏偏 那么是不是说不可以平衡 一定要全国一步一盘棋呢 不是的 中国曾经在这个最基层的 在农村经济收入最低 教育程度最低的地方 实行过村民直接选举 也就是说他可以部分的 他是在level比较低的地方 那么你当然可以部分的 所以部分选举本来不是问题 结果呢 他正好把自己打自己的耳光 他在教育程度最低 收入最低的地方 进行了民主选举的试点 却把最发达的地方 已经超过四小龙的 经济发展水平的地方 却不能进行民主选举 所以他那个理由都不充足 根本就不能说服任何人 是的 那么所以从我们讲远一点的 从这30年以来 您参加到现在 您看起来中国 它最近的这个近几年来 有人讲那个民主制度 它其实在开倒车 那么您看起来 您觉得它是进步还是倒退 我觉得当然是这个退步 从六四以来 中国就已经走上条 这个错误的道路 所以按照这个道路走下去 它不可能就是达到 我们所希望的那个终点 这就是为什么二十多年来 六四之后二十多年来 这么多人进行了这么多艰苦的抗争 似乎成就都不大 那个原因 但我想这个大家不要灰心 因为共产制度 它和别的专制度不一样 它不像一堵墙 一堵墙是一点点塌 今天塌一部分 明天塌一部分 哪天塌了三分之二了 哪天全塌完了 共产制度它像一堵水坝 它只要没决题 之前都是好好的 它不会说我今天要坏一半 明天再坏一半 不是这个样子的 它要不然就全坏 要不然没坏之前 它就全好的 那你现在做了很多努力 就是它还没有垮 是它是没有垮 它垮了 那一下就垮了 所以到时候你会发现 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 都是在为提供了 做了准备 所以你不要等着 都没效果 感情等于有效果 那什么时候 一切都变了 所以大家要抱着这个信心 另外我多次讲过 我们你从事民主这种抗争 我们不要怕失败 我们失败了一千次一万次 我们都可以重来 共产专制它输不起的 它只能输一次 你看二十年过去 苏联东欧这些共产国家 哪一个国家复辟的共产专制 没有 甚至他们现在那些残存的一些共产党 在那些国家共产党 当他们要竞选的时候 提他们主张 他们连主张都不提 要负比原来的共产专制 对不对 还且不上他们根本得不了选票了 他们连主张都不提的 所以你看这种都到他一块 那就彻底垮掉 所以我想大家 对这个事一定要信心 就有一分热 发一分光 是 好 那么非常感谢两位今天精彩的评论 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 积极的参与 以及您的支持 那么希望能够在这一次 不管是这个独立候选人 他们的最终的结果怎么样 希望各位能够在这种环境之下 能够激发我们的一些 对于民主 对于这种自由的一个争取的热情 不要削减您的热情 那么我们对于中国的民主 未来一定有一个很好的愿景 好 各位观众朋友 我们下一次时间再见 各位晚安 感谢观众朋友